87年前,我们的父辈在这块土地上建立一个新的国家 他孕育于自由,并奉行人人生而平等的主张 如今,我们在这里进行一场伟大的来战 考验这个国家,或者任何有这个信仰和主张的国家 能不能够长存下去 我们在这一场战争的伟大战场上相遇 为了使到这个国家的长存 我们将在这片战场上找到我们最后的安息之地 就好像那些为此而死去的人已经是这样做了 这样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恰当,亦是适宜的 然而,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来说 我们是无法在这里祭殿 我们是无法在这里奉献 我们是无法使这片土地得到神圣化 那些生存着的和死去的人曾经在拼搏的 已经使得他神圣化 而这个意义是我们佛若的力量远远不能够所增减的 世界不会注意到,亦都不会长久地记住 我们在这里讲过什么 而他绝对不会忘记那些人曾经在这里做过什么 虽然大业尚且未完成 而那些为此奋斗过的烈士们 已经使到这个事业进入了最后的成熟阶段 无疑,我们这些生存着的人 要继续努力致力于这个事业 我们应该逃生于 那个留在我们面前的伟大任务 从那些为此投入了全部烈尘的逝者那边 我们将获得更多的烈尘 我们将不会,绝对不会 使到那些为此献出生命的人 白白地献出生命 我们将使到这个国家 在上帝的庇佑下从自由中获得新生 为民所游 为民所自 为民所享的政府 也都不会从这片土地上消失